哈喽,除了新加坡,还有其他的国家执行个人信息法令吗? 有啊,比如说最早在欧洲就已经实行了西方 那就欧盟,还有美国,加拿大,澳洲,还有巴西 那至于在亚洲方面,东南亚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 然后呢,新加坡当然也已经执行了 那这个泰国原来也要执行 不过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现在有一点延期 不过呢,更重要的是整个亚洲的两个超级人口大国 印度和中国,特别是中国非常的重视 他们已经把它分为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安全法令 所以可见这个东西哈,是全球性的 而且是自在必行 那这些不是只是影响到大公司吗? 那我这种小公司,对这个个人信息法令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这些法令的面前啊,没有所谓大小公司的 只要你触犯了这个法令,你就是会被罚款 那所以呢,建议所有的公司,不管你大小 你一定要事先的做好这个准备 所谓未雨绸缪 那么你做了这个准备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得到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你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你的业务的发展上 你不用去担心啊,我这个没做 万一政府突然间来突击我怎么办 你措手不及嘛,对吧 第二点呢,你可以更好的跟你的客户 甚至你的业务的伙伴交代 说我这个公司啊,是有采取这样的一个保护措施的 所以你们跟我做交易的话 你可以放一百个心 因为我是严格执行这个法令的 哇,那我就肯定要开始对这个个人信息法令学多一点 甚至是在公司采取的 哪里可以学啊? 对啊,那你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QR码 我们的QR码里面呢 会详细的告诉你我们的一些课程的详情 其中有一个课程是一天的 那这个课程里面呢 就会很概要的告诉你 PDPA的一些所要遵循执行的一些方式 好,现在就扫描上课了 对啊,越早越好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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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